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自学区录制的C语言视频教程 今天是C语言的第四课 讲书写规范和注释 那么本节课学完之后呢 写的程序能够看起来更加美观 那么代码更加的一个简洁 看起来就清晰明了一点 那么测试代码同样是 这一段 那我们来这段代码我们看一下 同样把它复制到我们的一个程序 新建一个文件 同样我们代码都放这里面 好,就用这个吧 这是我们上节课中的一个程序代码 我们粘贴 然后现在这个代码就在这儿 那么大家自己去输入 那么这样可能看来更清晰一点 那么程序代码在这儿 然后我们编译一下效果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就不去编译了 那么我们先来讲 怎么书写能够更那个 其实程序代码它未必一定要这样书写 其实比如说我这样书写 我这样 这样这些都不用空格都不用 然后我这样全部都这样照样可以编写通过 比如说像我这样全部写到一行去 全部都写到一行来 那么这样同样也可以编写通过 我们可以编译看一下 这个编译的话就再说一下 先进到我们的F盘 然后进到我们C目录 然后再进到C目录 然后D2看一下 有这个文件自学7.C GCC点 然后自学 自学7.C 就这样吧 编译成功 可以看一下 结果也是这个 那么编译也是成功的 那么这个代码说明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代码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乱看起来一点都不整洁 如果让你去阅读这个程序 或者说程序出错 那么让你修改 你会看起来非常麻烦 修改起来也不方便 所以说我们书写代码 一定要一个规范 那么书写起来呢 更加美观 程序 可读性能更加强一点 好 那么我们就来讲 首先第一点 第一点 独占一行 就是说这个花口号呢 最好说独占一行 就像我们这个情况一样 就像这样 最后花口号 最好是独占一行 这样 像这样 这个和这个独占一行 这样呢 看起来就比前面美观很多了 那么独占一行 那么是第一个 第一个 还有第二个 逗号前 逗号后面呢 加控格 比如说定义这个变量 那么我们这个 呃 中来没有讲到 那么这个大家以后就注意就行 那么逗号后面加控格 那么这个注意 第三点 根据层次缩进 根据层次缩进 比如我们 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花口号是包含了 这些代码都是属于 属于这个函数的 所以这个的层次 就要比这个函数的层次要低一点 那么我们就要把它给缩进 全部选中 按一下table键 它就缩进了 就是前面会有一个table的键 置表符 这个叫 就有个置表符 这样看起来就更加清晰明了一点了 那么这就是这个作用 呃 那么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 一些简单的规则书写的 那么只要能够 学习这三部程序看起来 已经稍微简洁明了一点了 那么就看起来就很清晰了 现在就 嗯 还有就是 这边 当然 它的规则呢 不止这么一点 它的规则还有很很多 那么我们只是出学 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去接触 一下子讲太多了 那么大家可能会去 会觉得很烦 那么更多的规范 我们可以看一下论坛 那么这边呢 我在网上找了一篇帖子 它的规范看起来还不错 那么就给大家弄一下 这边花口号 那么就是说 这边独占银行之类的都有 那么东西都挺多的 还有空格和空行的使用等等 那么这些大家就自己去看 嗯 还有注释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讲 注释的一个规范 那么注释 首先C元中注释呢 有两种 一个是用斜杠加信号 然后表示注释的开始 然后信号加斜杠注释结束 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就是第一种注释 这注释开始 注释结束 那么这中间包含的内容 都是注释 注释这个顾名思义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是一个标注 是给人看的 而不是说实现某些功能 或者说在程序中起某些作用 它只是 嗯 方便给程序作者 看 比如说我这个代码 我在 我写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 我可能说以后会忘记这个意思 那么我就在这做个备注 说这个代码是干嘛干嘛的 然后当我下次再看这个程序的时候呢 我一眼看这个注释 我一眼就知道 这个这个代码原来是做这个意思的 那么一般注释 我们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 单行注释 单行注释就是这样 用两个斜杠 用两个斜杠 表示单行注释 单行注释 它有一个要求 不能不能说这样 嗯 不能是像这样 这样不能和代码一行 那这样的话 它后面这些全部当做一个注释 把整行 这个开始的整一行都作为注释 那么这段代码被注释 这样它就没有作用了 所以我们要这样 我们比如说这行 它注释的是下面这行的作用 那么就是这样 那么这就是单行注释的一个作用 还有个多行注释呢 这个就是多行注释 那么多行注释 它可以有多种 比如这样 可以多行 意思就是 我回车 我这样 这些都是作为注释 结束注释 这样 那么这之中的都是注释 比如这 给它一个参数 想输出的字符串 那么这就一个多行注释 说明了这个函数呢 它的一个作用 还有注释的一个规范 注释的规范是什么呢 就是说注释怎么写 才好一点 那么首先注释的话 可以是像这样 多行的写在前面 表示这行语句的一个作用 就注释它 就是给它一个解释的意思 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在后面 像这样 这个语句写好了 然后在后面弄一个多行注释 这个包含起来 表示说这个作用 表示说这一行 它的这个作用 就用这种 那么比如说有时候 你有想单行的注释 比如说你想说 就直接这样 因为多行的话 打起来就麻烦 那么就这样 比如你直接就这样 输出 字符串 好 那就这个意思 那么直接这样 就更简单一点 那么这就是注释的 一个书写规范 那么书写规范 大家可以参照一下 这个地方 就这么几个 强调注释 那么就用这种方式 然后快注释 就用这种 快注释就说 你要写什么东西 就这样 还有单行注释 这样 还有一种单行注释 就是这样 行墨的注释 就最好是这种方式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注释 注释的一个 不能嵌套 比如说像我这样 我这注释一个这 我不能说在这 再弄一个开始 不能说在这弄个开始 然后这边弄个结束 这样的话就会 就会闭合前面这一个 它就会闭合前面这个 所以说这个是不能说 有嵌套的 只能 只能有一个不能嵌套的注释 这个一定要记住 那么注释内容 这都会有绿色显示 那么这个编辑期的一个 作用 所以这个就是注释 的一个规范 那么来理一下 本节课的一个重点 本节课的重点 第一点就是 程序的一个规范 程序书写规范 就是程序书写规范 不然就这么几个 这三个首先要掌握 嗯 就花旷号独占一行 逗号后面加空格 这个先不用管 还有根据层次缩进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主函数后面有一个 它所属的代码就比它要 嗯 层次要低一下低一点 那么我们就要给它一个 这个table键 就是table键 进行一个缩进 那这样看起来就层次分明一点 好 那么差不多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还有就是注释的一个作用 注释 那么可以看这篇帖子 那么大家就可以去看这个注释 那么本节课的一个重点呢 就差不多是这两个 那么本节课的一个作业 课后作业是什么呢 课后作业呢 就是实现 熟悉一个C元的编写规范 去写的时候去注意一下 就写的时候注意一下 知道有这样东西 然后去弄一下 因为很多教材上面呢 它没有注意到说书写规范这个东西 很多朋友写的程序 一看真的惨不忍睹 那么看起来怎么看都看不懂 有的时候在群里面 别人发个代码 那么都是乱的连自己都不想看 所以说别人怎么会帮你看呢 所以还有要求写出如下程序 就是像这样一个 实现这个功能显示这么一个文字符编的一个菜单 那么提示说就前面那些空格 这些空格他用 打印一个空格 他就会这样空出来了 那么这点大家自己去做 好了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 就讲到这儿 下节课的课程是C元的数据类型 那么就是C元中用什么类型来表示一些什么数据 好 那么如果有什么疑问 对本次本套课程有什么建议都可以访问我们的自学区论坛 那么有什么问题都在上面发表 好 那么